大梁世界 方府 上好的青花瓷盘内 盛放着厨子精心烹饪过的太岁肉 那古艺香越发强烈 令旁边服饰的百合都不由猴姐滚动一下 百合算是十二花钗中的一个异类 既比不上月桂的温柔体贴 也没有其他诸女的风情 相比较而言 她身材太高 五官棱角太过分明 并不符合大梁氏大夫的典型审美 当初购买丫鬟之时 就是当天头赠送的 但方希却觉得这丫头长得不错 有种英气勃勃之美 若是换上较为男性化的打扮 就宛若一个风姿绰约的美男子 此时方希就特意让百合换了一身白色浸妆 乍一看下去 好似白胡成精 方希平时就喜好豆柄喝完 因为此女天性有些要强 折服此等倔强之女的过程也颇有意思 不过今日 她完全没有兴致 方希狠狠咬了一口太碎肉 让肥美的肉汁在口腔内炸开 下一刻 她身体皮肤都变得有些通红 宛若喝醉酒一般 与此同时 大腿则是肌肉如动 那一道如黑蛇般的纹路 在迅猛扩张 增大 下一瞬 方希身形如风 疏忽来去 在诸多梅花装中穿行 砰砰 百合感觉好像看到一条巨蟒纵横来去 身体吓得速速发抖 伴随着一声声乍响 一根根木桩被方希踢炸 细小的木屑横飞 两久之后 方希才停下脚步 望着自己的双腿 她大腿以下的裤子 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露出光洁的皮肤 以及上面一道舌纹 完整的双舌纹路 代表我在红舌腿上 也到了气血三变的境界 对这一点 方希并不感到惊讶 毕竟她白云掌早已突破 红舌腿只是触类旁通罢了